一期记得郭德纲曾经说过 以前同行经常骂他 坏了行业规矩 以前自己外出说相声 一段相声都是半个小时起步 说开心了 直接是一两个小时 结果那些只会一段五分钟相声的同行 就骂他郭德纲不讲规矩 他这么说相声让那些人怎么演出 而且郭德纲还特别喜欢返场 最高纪录一场演出 被观众呼喊着返场24次 而且次次都上来说一段不一样的相声 那几年郭德纲上台 别看几点开始 就问几点结束 要是不拖延个几个小时 甭问这是郭德纲没说舒服 这事情同行也被拿出来抨击 说这是不守规矩的扰乱行业秩序 甚至有人说郭德纲连时间都控制不好 说明相声水平也不怎么样 谁能想到国庆期间 在天津分社的一场 普普通通的演出 比开箱风箱还累 郭德纲也再次破坏了行业的规矩 但这次相信其他人不敢再说什么 10月5日 天津德纲社演出继续 好像郭德纲偏爱天津 本来是七个节目的 西河门弟子谢师专场演出 愣是让德纲社临时增加到了11个节目 等到倒数第二的颜鹤翔上节目的时候 笑着感慨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因为这个时候 时间已经接近了凌晨12点 等到郭德纲上台演出的时候 已经是12点了 郭德纲还和大家开玩笑 说自己在后台快睡着了 问人几点了 人说快半夜了 本来以为 等到自己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走了 自己可以收摊了 没想到这么多人 大家是不是都没地方住啊 然后郭德纲说自己要是捉不完 大家谁也不许走 反正这剧场是自己的 等一下就卖铺票 刚才在后台我睡着了 然后总说师傅您说什么 我说几点了 快半夜了 那咱就来三更半夜 我以为一出来你们 差不多走了 那咱就收不了 哎呀 你们是不是没地儿住啊 我要说不完你们谁也不许走啊 反正圆子是活着 来会我就卖铺 你们啊 观众被这三两句话 逗得前仰后合 刚上来的困意一下就清醒了 郭德纲趁热打铁 说待会儿走的时候 要有人拦着补票 希望大家配合 然后给大家说了一段 三更半夜 这个节目时长是一个小时 众所周知 开办专场一般都是租用的场地 是有时间限制的 不能无限制的返场 最大的一次风波 是郭德纲的徒弟岳云鹏惹的 郭德纲在北京奥体中心 体育馆演出的时候 泪洒舞台 当时本来要说的相声 据说是审核没过 临时换了其他段子 其实临时换段子也没事 郭德纲随即应变 肚子里好多段子能说 结果没想到 郭德纲想好好说相声 才说了几段 就被告知要结束 因为时间到了 七点半开始 十点必须结束 岳云鹏说自己想唱一个小段 再和观众再见 结果被无情拒绝 岳云鹏当时舞台上哭着说 十秒钟都不给自己 然后流泪下台 那时候大家知道 原来外出说相声 真的不能拖时间 所以这次郭德纲说了 这是自己的场子 谁都不许走 其实也有自己的感情在里边 说到天津德纲社这几天的鼓曲演出 其实严赫祥讲得非常有意思 他趁着师傅不在 说了几句大实话 实话实说 我师傅已经还没过来 我就说点实话 其实放不上 因为这一行的艺术 您说古曲啊 包括这个 说书啊 包括西河 您说现在 真兴盛啊 就在是在千金外 这儿的观众 精心两立 真懂这个艺术 真说全国到了别的地方 说实话 不见得有那么多年轻的观众喜欢 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事 但为什么郭德纲还要办呢 原来郭德纲在以前就说过 自己想把京津地区最好的鼓曲名家 邀请过来演出录像 把他们的艺术留下来 把风采记录下来 别等他们演不动了 老了 走了 再感慨遗憾 这是郭德纲的愿望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郭德纲振兴鼓曲艺术 就是赔本赚吆喝 回报还不如多说几场相声 本来就是不赚钱 还帮助曲艺界留下了更多珍贵的素材 虽然演出不长 但是观众听着更加过瘾 用郭德纲的话说 自己的场子想怎么说怎么说 看到后半夜 台下观众仍旧满盆满谷 郭德纲对曲艺的热爱 确实是让人佩服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德云社如今这么受欢迎 就是最好的证明